清澈的流水源源不断地在沟渠中流动 让人很难想象 这个尔封寺已经有百年历史 至今仍能造福后人 1923年日治时期新建的浮流水工程 它和从山上冲刷下来的滚浊溪水 以及沟水旗埋藏在地下的水源 是高平地区饮水和灌溉的重要水源 河床一滴水都没有 但是河床下有非常大量的浮流水 这个可以作为开发来使用 一百年后我们平中县政府的水利处 也在我们的建工 林明西的建工浮流水这个场子 那我们也利用这个一个古老的一个技术 然后用新的材料来建制了我们的一个建工浮流水 那我们希望未来这个建工浮流水 也能够比照我们的二峰均浮流水 也是能够永续的来做一个经营 跨入到未来的一百年这样子 平农科技大学荣誉教授丁澈时说 过去台湾没有这种创新的工法 日本水利工程师鸟居信平 在进行四年调查后 决定在河川中建制取水工程 二峰均曾历经两次整修 至今原功能良好 文化处长吴明荣指出 二峰均对农业灌溉与民生用水有极大贡献 也是一个文化资产 二峰均不是只有 是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 它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值得保留纪念 然后还有推广的文化景观 在2008年 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就指定二峰均是水利设施的这个文化景观 跨入百年 屏东县政府除了出版有关二峰均的绘本 考量疫情因素 也预计在7月底举办一系列百年纪念活动 有系列展览及生态导览和环境剧场表演等 希望让民众更能了解及亲近二峰均的历史与文化 新唐亚台电视李娟荣 台湾屏东采访报导 优优俊